冬日里的春意 云南大理无量山樱花谷 北方此时已是隆东 可在云南大理的无量山 却是樱花盛开 春意盎然 不错 这里正是金庸笔下的那个无量山 定是距离天龙八部的取景地 段玉和神仙姐姐相遇的地方 在每年冬季的12月份 兼职在茶园中的樱花竟相开放 漫山遍野的樱花 构成了一幅无量山樱花谷的人间仙境 樱花谷的具体位置 是在云南省大理南尖县无量山 最佳的观赏时间 是在每年的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 圣花期应该是在12月初 最佳的拍摄时间 是在日出前后和傍晚时分 关于交通 如果是在大理监狱开车前往 车程大概是三四个小时 如果不是自驾 可以在大理的下关客运站 乘坐大理到南尖的班车 然后到南尖 换乘南尖到沙勒的中巴车 在无量山樱花谷华庆茶厂下车 或者是到南尖客运站 乘坐景区的直通车 票价一般是15元 景区内的遗族跳菜非常有特色 感兴趣的话可以品尝一下 在景区外的公路边 也有很多的农家乐 吃住都比较方便 好期待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